音樂 我們很高興得到CPB Funding 之後 機構有更多資源 拓展更多創新意念的活動 我們將機構第一本有關理財教育出版的繪本故事 從果在哪裏 很實體化、立體化地呈現在幼兒的眼前 小朋友就走入故事裏面 和主角一同經歷 一同解決難題 其實對於小朋友來說 金錢是很陌生、很模糊的 其實透過故事 小朋友會代入了蟲鼠和蟲果的概念 變成小朋友會更加容易去理解 和更加投入故事 從而當中就會學到 其實可以讓他知道 有需要和沒有需要很重要 因為有需要和沒有需要的物品 給食朋友有初步認識做 究竟一定要還是不要 疫情大家都需要減少外出 幼兒少了很多使用金錢 或者觀察使用金錢的機會 所以我們正正希望 這個理財活動的場 可以給幼兒有更多 體驗式、學習的機會 我最印象深刻是哪個部分 自然就是接力的部分 因為都很欣賞 特別是留意到 小朋友都很積極去做每一個任務 而且完成後 也會為同伴去加油打氣 希望除此可以令他們更加投入 參與之外 另一個希望帶出的重點 就是他們知道 原來真的要付出努力 才能夠獲得回報 回到香港社區訪問計劃 成多與你並且前行